今日四川绵延发生4.9级地震 一直以呆姆形象试人的大熊猫 在意识到危险后 却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地爬上了大树 惊呆了一群吃瓜群众 果然是遇到危险时动物的反应可不一般嘛 昨晚的女足对阵的是韩国队 女足因主将球员受伤的情况下 还可与韩国队0比0打成平手 先比之下男足就略想得尴尬了 昨晚男足对阵的是日本队 可是却以1比2不敌日本队 烟饰最后一句话点题 直接戳中男足痛点 朋友们关于男足你可以有话说